说到嫁人,相信所有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嫁到一个名利的人家,因为女人知道,一旦遇到了那种不讲理,还天天算计来算计去的人家,那她婚后的生活绝对好过不了。 但女人一旦陷入感情中,就会变得毫无理智,有的女人根本就没有看清男方家人的品性,稀里糊涂就嫁过去了,而有的女人呢,明明知道男方家人的品性不好,但为了爱情,依然会选择嫁过去。 等到他们真正嫁过去,经历一段难熬的日子后,他们才会后悔,这个时候,他们才会真正看清婆家人的真面目,也会从原来的那种恋爱恼状态中清醒过来,开始直面生活中的种种。 到了这个时候,女人也不再想着好好跟婆家人相处了,因为她发现自己的退让和善心只会让婆家人更加过分,更加肆无忌惮。 她会发现婆家人算计她,算计的是愈发起劲了,他们还会想方设法从她身上索取更多的好处。 人的劣根性使他们愈发贪婪,而这份贪婪会让人觉得非常厌恶。 经历了跟婆家人的斗志斗勇,看到了婆婆跟丈夫一家人的贪婪和无耻,女人对这个家的感情也彻底被这些人给耗没了。 要知道,很多时候,女人会愿意忍让,那是因为她对这个家还有感情,对那个人还有感情,但当这份感情彻底消耗殆尽后,那这个家也就没有了能留住女人的东西了。 于是,最后婆家人会发现,他们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算计来算计去,最后不仅什么都没得到,连人都没留住。 简直就是自取其辱,苗书芳就遇到了这样的婆家,经历了这样的婚姻。 苗书芳是家里的独生女,家境也比较好,所以她从小就是在蜜罐中长大的。 这样的成长环境,让她长成了一个没有心机,眼里只有美好的姑娘。 而这样的姑娘却是渣男最喜欢的类型,她成功吸引到了一个表面,看着温文尔雅,实则满心算计的渣男王强。 王强长得不错,还嘴田会哄人,想要哄骗一个没什么心机的姑娘,那也是轻而易举。 在王强的攻势下,苗书芳很快就跟王强确立了关系。 没多久,王强就又想再进一步,苗书芳觉得王强对自己这么好,结婚也挺好的,所以就答应了下来。 虽然苗书芳的父母极力反对,但被宠大的孩子又怎么可能听父母的话? 而且苗书芳这个时候已经深深陷入这段感情中了。 所以,在苗书芳的坚持下,苗书芳的父母只能同意,两个人很快就结了婚。 结婚的时候,苗书芳的父母陪嫁给了苗书芳两套房,一套苗书芳两口子住,一套就出租出去,还能补贴家用。 苗书芳以为婚后自己会过得很幸福,毕竟两个人不用为房子担心,没有经济压力, 而且王强也承诺过,婚后会对她更好。 但婚后才发现,婚后的日子根本就不是她想过的日子,她就是在单纯,她也看出了婆婆的贪婪和婆嫁人对她的盘剥。 刚开始,她只以为婆嫁家境不好,还要养一个游手好闲的小儿子,这才经常跟她借钱,但后来借得多了,她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。 她是单纯,但她不傻。 婆嫁人每次跟她和她娘嫁人借钱,那都是各种理由,后来回头想想,发现那些理由都不太靠谱。 而且,至今一共借了苗书方和苗书方娘嫁的十八万了,但却一直不还,还在用各种借口想从她这里捞钱。 她跟丈夫谈这事,丈夫每次都是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,说自己家里困难,让她多担待,却从未说过要还她娘嫁钱。 苗书方看多了丈夫的这副表情,就看出了里面的虚伪。 丈夫的表现让苗书方的心冷了下来,她已经慢慢不把自己当成王家人了。 后来,婆婆更是开始谋划起了她的陪嫁房。 刚开始,婆婆只是跟她商量,问她能不能把她的陪嫁房借给她小叔子结婚用。 在她言辞激烈地拒绝过后,婆婆倒是不再提了。 但婆婆对苗书方的态度却越来越恶劣,就连丈夫对她也是愈发冷淡,有的时候还会说几句酸话。 婆家人的这些种种行为让苗书方越来越寒心,她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,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父母的话,她已经开始考虑要不要放弃这段婚姻了。 原本她还有些犹豫,毕竟离婚也不是件小事,但之后婆家人的做法,却让她坚定了要离婚的想法。 没过多久,苗书方发现婆婆竟然在丈夫的帮助下,正在偷偷装修自己的那套出租着的陪嫁房,准备要强行霸占给小叔子结婚用。 对此,苗书方是又气又恨,这几年的婚后生活已经让她完成了蜕变,她再也不是那个单纯的小姑娘了。 不是想算计她吗?那她就将计就计好了,她静静等待着。 等到装修完,她直接就把房子给卖掉了,因为是精装修,所以多卖了二十万,这二十万苗书方就当是婆家还给她娘家的了。 而婆婆也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情,她直接找上苗书方,还质问苗书方凭啥卖掉小叔子的婚房。 苗书方直接气笑了,她笑着对婆婆道了谢,说谢谢婆婆偷装她的婚房,让她多卖了二十万。 这下苗书方的婆婆是更气了,她开始用离婚威胁苗书方,她以为这样苗书方就会妥协。 但苗书方现在已经不在乎这些了,通过这件事情,她更是下定了决心要离婚,所以她直接答应了离婚。 这下傻眼的就成了婆婆。 最后,在苗书方的坚持下,婚还是离了,苗书方看着拿着行李箱垂头丧气走出这栋房子的王墙。 只觉得内心一阵轻松,从苗书方的经历中,我们明白了两个道理。 一,在婚姻关系里,一味地索取和算计,往往都会自取其辱。 很多男人,因为自己成功俘获了女人的心,就觉得自己彻底掌握住了女人,然后在婚后,就一味地索取和算计。 男人不仅自己算计,她还任由她的家人算计她的妻子。 男人总以为女人会一直盲目地爱着自己,总以为女人没勇气轻易就离婚,但女人从来就不是软柿子。 当他们意识到丈夫和婆家人对自己的索取和算计的时候,女人就会收回自己的心,然后会选择反击。 之后,女人就会在婆家人的懊悔中,脱离这个让她觉得不是的婚姻。 所以,大家要明白,在婚姻关系里,一味地索取和算计。 往往都会自取其辱。 在婚姻中,最重要的是以成相待,互相扶持,这样的婚姻才能长久。 二,对于有些人来说,不是活得年岁越大,懂得人事就会越多。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,年岁越大的人,懂得人事就会越多。 所以,大家跟年岁大的人相处时,总是带着一份尊重的。 但事实上,对于有些人来说,不是活得年岁越大,懂得人事就会越多。 有些人也不值得被尊重。 就像是描书方的婆婆一样,她明明一大把年纪了, 却还能想出那么无耻的主意算计她的儿媳, 还总想着盘剥描书方和描书方的娘家, 根本就没有身为长者的那份气度和慈爱。 这种人,你就是对她在好,她也不会领你的情, 她的心里自有一份衡量对错与好坏的标准。 而这标准绝对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三观。 若是遇到这种人,我们能做的就是远离这种人, 不要让这种人的三观污染了我们的内心。